是 演唱會就知道 但為何你這麼小 不知道 你們是兩個建築師 他們自己設計的 他們說明我們需要做到這麼多東西 我們要兩個劇院 一個大的就要三千人以上 一個小的就千二人以上 因為他們自己設計的 明白了 但怎樣也好 成為了當地的地標 即是必去的地方 我也近距離去了一個圈 這個橋 這個就是當地很出名的港灣大橋 1932年建成全球第五場的拱橋 拱橋 對 拱橋 其實這條橋有個特別之處 你待會可以走上去上面看 可以走就行嗎 對 那橋頂很高 這個就是我經過海灣上橋 拍攝到歌劇院的歌劇院 哦 那是… 大家看看中間的位置 有個橋樑的位置 對 那裡可以坐電梯上頂 而可以走過… 一條橋 就是由上面走到中間 走到橋的最… 最頂的位置 最頂的位置 那你要付錢 是的 應該要取維修 很貴的 我記得很貴 這個就是當地的一間非常有名的釀酒廠 它是可以讓你吃東西的 哦 但是不是在草原區 不是在紐約 不是酒 就是釀啤酒 釀啤酒廠 而且這個地方可以讓你吃東西 一個很有名的食物 一個當地的很有名的肉批 就是在這裡吃的 那… 又可以吃東西可以喝酒嗎 可以喝酒 嘗試當地自己釀製的酒 是 釀製的是甚麼酒 我自己最喜歡的 是啤酒 我自己最喜歡的 可以不用開車 可以喝酒 放鬆一下 尤其是會有癢 有一點醉醉的感覺 最開心 醉醉的日光日白 你真的 阿智要跟你做節目的時候喝酒 讓你喝杯啤酒 可以的 這個就是杯啤酒 是 還有那個肉批 哦 好像有這麼多汁 對 對 有很多醬汁 對 喝啤酒 自己一個人就這樣 吃一樣東西 不能吃多幾樣東西 對 一個人就比較寡 對 但是消費你覺得貴不貴 貴的 應該貴吧 我認識都是貴的城市 對 好像一餐都吃了差不多二十多三十元美金 嘩 這麼誇張一個人 只是普通的 不是很普通的 對 不是大大的餐廳 二十多元 對 好像二十多元 多貴 一杯啤酒六七元 然後那個批好像十五元 差不多二十多元 但對你來說不是很飽 剛剛好 剛剛好 對 我也覺得是 但肉批可以 對 這個就是在橋頂的位置可以拍下去 那個劇院 那個劇院 整個海邊 整個海灣 剛剛那個遊艇經過 對 不知道是否是遊艇 不知道 也沒有留意 但我看到那些水泡也很多 即是那些泡沫 嗯 水花 好 好,繼續下來 藍天白雲也挺好天氣 你也挺幸運 那天還可以 是嗎 三天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兩天兩夜 這個就是他們以前的… 他們的古蹟 在說他們的古蹟 只不過是一百年前的… 那就是古蹟 古蹟 對劇院來說 真是濕濕 當然不是 真的對我來說 是嗎?古蹟嗎? 好,那我拍張照片 就拍一拍張照片 那你有沒有生氣是甚麼 他們說以前的… 一開始來到這裡的歐洲人 初期在訂居的位置 用來給囚犯住的地方嗎 這個不是的 不要說象徵式 也要拍張照片 到此一遊就當 在這裡住的 對 對他們來說也很猜 對他們來說是猜的 對他們來說是猜的 在橋上拍照片 在橋上 這就是跟你說 最頂端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的肉眼看不見到 最頂端的位置 有一、兩個人 是 現在你肉眼看不見了 我相信近一點給你看 當然要 我相信近一點給你看 再近一點 即是第二章 對,第二章 是否一個象 起橋的人 是,看到了 看到了 兩… 對 其中間有些人 人仔的位置 是一個象 那個位置 不是,是人 可以走上去 甚麼 你可以走上橋的橋頂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是大風,很誇張 對,它會震上安全帶 我看到你沒有欄杆 它好像沒有欄杆 就是 所以考慮你的膽識 是 旁邊一看,就已經是海灣 別考慮我了 我不會上去 我也覺得你不會上去 你會上去嗎 我記得很昂貴 好像不知道 不說錢 我想我沒有膽子 撇開錢 我會有膽子 但你那天風和日麗 不要帶風才行 對吧 你帶風起來怎麼辦 可以的 我覺得… 你有抱著安全帶嗎 會的…會有安全帶 所以不用擔心 明白了 對了 但你看到很多人走 對 走了回到歌劇院 真的感受一下歌劇院 下面還有餐廳 當然有很多人喝酒 是 露天餐廳 露天餐廳也查了 也是近距離接觸客 好 那有否喝一杯啤酒 這個沒有 還是很昂貴 你沒有需要… 自己一個人很悶 在喝酒 如果有朋友一起喝酒 就比較開心 這裡呢 這個就是餐廳 坐在這裡看外面 對 我相信在好天 遊客也會這樣坐 享受一下 對 如果有朋友聊天也可以 是可以的 對 好,剩下的時間沒有了 太多了 對,又要到星期四跟你見面 好,接下來呢 是否繼續說 說完星期後 我們會去到下一個城市 就是麥爾本 當然,麥爾本其實有很多活動 不單在麥爾本的城市裡 在麥爾本周邊的地方 因為我租了一輛車 可以到附近一帶 玩很多不同的活動 帶大家看很多不同的動物 下次見你 再見 再見 高陽麗華信務師 有多年豐富